今天農料的過年 這次三星期 港義市政府衛生協助保障指名 二次委員會的安葬 本週前往有在 返首南北匯的傳統市場 證明是來啟雜 二次十片的衛星 對市家共三都給朋友了解 祝賀嘉義黨三更理會 安心過一日和你 衛星啟雜人員 前進傳統市場 占對著 創傷三範圍的二次上片 進行證明性的啟雜 尤其是南北匯和三種食品 主要評審平民 萬三地 要求業者採取卡片的形式 三更六百 這些是其他 著意變民的方式來進行評審 保障食品也需要 符合上是評審的規定 要為全民的食品安全 嚴格罷關 今天主要的查核重申 最主要針對南北貨 或是還有超市 還有我們的傳統市場的 一個食品的標示的一個查核 特別是一些散裝食品 它一定要標示品名跟原產地 這個部分都一定要加強查核的部分 另外我們也會針對 所謂年菜的製造餐廳 會加強查核它的製造場所的衛生 當然我這邊也要呼籲民眾 在購買年間食品的時候 不要選購太鮮白太亮麗的 要選購標示齊全的一個產品 替自己的健康把關 隨著過年的腳步越來越接近 婆婆媽媽開始留學蔡港 認著相關上品 剛才是微信教也讓消費者 在在蔡美的市場要特別注意 在在山港南北貨的時 建議不同山港 設定太白 太過山鹽 有外味的食品 以後就可能有食品 添加不過量的問題 手中的湯邊應該要注意來玩 不同購買來路不明的產品 當時也要注意保重食品 漂洗愛環境 過年才能吃得健康 吃得快樂 西新新聞 中邮民翁秀 三港議室 蔡宏寶島